大家好 我是擁有豪邁 笑聲的女子 Sooie 妳有沒有一種感慨叫做 長大之後才發現原來 健康教育有很多 沒教的事情 我有 我最近在跟同事聊天的過程當中 發現了男生女生對於性 都有不同的迷思 所以我就去現實動態 詢問大家有哪些迷思 看看我得到了什麼 所以今天呢 我就要去辦公室 請男性來回答女性的迷思 請女性來回答男性的迷思 看看我們會得到什麼答案吧 Let's go 為什麼男生都覺得自己很厲害 因為我真的很厲害 對啊 我沒有覺得自己很厲害 我只是覺得我沒有很差 我真的很厲害啊 真的啦 真的啦 OKOK 大家記住這張臉 我沒有說自己很厲害 我只問你要不要試試看 沒有沒有沒有 OK 我們知道原因了吧 知道原因了吧 每個女生都會吵吹嗎 沒有 呃 要看體質 我覺得應該是要看體質 那你的體質是 打電話給我 沒有沒有 越久女生就越喜歡嗎 沒有 看技巧 對 看技巧 每個女生她喜歡的東西不一樣 有些人可能喜歡前戲 你前戲久一點 她就會覺得很開心 但如果你遇到的女生 她不在乎前戲 她只在乎進出的頻率跟時間的話 也許他就會喜歡你久一點 為什麼有很多台灣男生 覺得交過外國男朋友的女生是無敵洞 你到底都認識哪些人 你告訴我會覺得人家女生是無敵洞 應該是不至於吧 你知道其實有些外國男生 他們沒有特別厲害 所以你有過跟外國男生的機會嗎 沒有 但是我大概有知道 歐美是有一些影片智慧可以看得到的 有些ProStar他們都是有特別選過 所以他們的size可能都是比較 那種huge的 所以身為一個男生你覺得這是迷思嗎 對 所以我們不是要認為交過外國男朋友的女生是無敵洞 而是你要先去知道那個男生是不是真的是 他才有機會變無敵洞嘛 okok好吸引你的解答 越大越長就越好嗎 沒有 我遇過一個經驗是尺寸過大 然後會造成瘦身 所以其實尺寸大小 包含前面頭的形狀啊 直徑長度其實都有影響 主要看你們開始玩的時候就覺得 欸還蠻不錯的 那個尺寸對你來說就ok 不一定說真的說 你一定要把自己弄得這麼大 所以不要急著去做一金針大術好嗎 對 為什麼男生都希望自己很大 沒有啊我沒有說一定要很大 應該說你們女生為什麼都希望很大 不是 就是因為很多的色情網站他旁邊的廣告都是 對 衣金針大術 啊 為什麼 我知道了 到底有沒有 嗨 最好吃 沒有我們會有這樣的想法 是想說我們不要褲子脫下來之後 然後你們說女生的反應會是 好 喔 欸你演得很像 你是不是有肌力過 欸我們是為了不想讓女生們失望 所以我們才會說可不可以盡量的壯大自己 有男生問說為什麼女生會噴水 好 就是因為女生其實會噴水 是因為她在很開心的狀態下很密集 然後又很頻繁的一直很開心 這個時候就很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海參 海參 對就是會吃的那個 據說 吃的那個 據說 海參它在海裡邊的時候它是吸飽水的狀態 然後你拿起來你把海參這樣搖一搖一搖一搖 它是會噴水的 那其實就像女生就是在你很開心很密集的 喔喔喔這樣子 它到了某一個臨界點之後 它就會停不下來的一直有水跑出來這樣 喔 你覺得女生高潮是什麼感覺 意猶未盡 啊 爽 像 像 倒天爬一樣 喔喔 聽起來蠻美的欸 有男生說他所有的解答都來自於A片 但是A片全部都是假的嗎 呃 A片它一定是假的 因為就像你看電影一樣 它是有後面這一群人 去拍攝去製作出這個東西 但它的概念其實就很像是 我們其實是經過現實生活中 你會遇到的事情 再去做延伸 嗯 嗯 想像我們在拍野片一樣 哈哈哈哈 但是沒有 有一位男網友說 大家都覺得男生很澀 但他覺得女生其實更澀 是真的嗎 欸我覺得澀動的東西就是 生理的慾望 只要是動物都會有 不用說什麼澀不澀 就擁抱你的慾望 想要的時候就來這樣子 男人一定都可以心愛分開嗎 男人也是人 所以其實還是看人啊 男生真的天天都想要嗎 那很好啊如果他天天不想要你才要擔心吧 不是他愛你的證明 所以你是進階承認這個問題 哈哈哈哈 我以為這是迷思欸 結果是真的 哈哈哈哈 毛量濃密代表什麼 代表 保不保暖 哈哈哈哈 看你想要代表什麼啦 人想怎麼了 人想 毛量濃密代表什麼 毛量濃密喔 嗯 代表 會不會生病 為什麼有的男人會有 處女群結嗎 蛤 什麼是處女 哈哈哈哈 我沒有說不喜歡啊 OK 因為我覺得要全部從頭交了嗎 哦 對 喜歡那種有些比較很厲害自己就會的 不用那種很厲害 可是遇到很會的也會擔心吧 平衷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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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就好了 男生會被性侵嗎 當然會啊 我們長這麼好看 都很多人想長XX好不好 都很小心欸 真的 有女生問說 為什麼男生經驗多叫做經歷 女生經驗多叫做肮脹 就是什麼道理 我沒有說女生經驗多 不知道誰說的啦 所以你不會怨同這種話 對啊 我是覺得還好啦 他也是一個經驗嘛 講真的 有時候反而男生不會喜歡 所謂經驗少的人 因為你要花很長的時間去 去說服 雖然說可能 偶爾會有一點不一樣的感覺 可是 我覺得不一定是好事啊 有女生問說 男生博起可以控制嗎 有 當然可以啊 不然看到你我早就 這樣可以控制 那你要這樣 可能是你們可以控制 你覺得女生的月經可以跌著嗎 不行啊 這樣衛生粉要斷什麼 不行啊 怎麼屬辣 真的有人問欸 看完大家的回答之後 有沒有解答到你心中的小迷思呢 其實我發現這些所有的迷思 都有一個共通點 那就是大家普遍對於自己的細心不夠 推薦給大家 30公分好棒棒 透過馬卡幫助你提振體力 還有肝胺酸心幫助你整天上班 有有好精神 晚上加班還可以維持在最佳狀態喔 除了讓你在重要時刻好棒棒以外 日常的保養像是助進新陳代謝 可以幫你兼顧到囉 我是蘇瑩 又豪邁笑聲的女子 希望今天的解答 有回覆到你的問題 每週都會更新影片 下次還有什麼問題 趕快來問我喔 記得追蹤訂閱按讚我哈 掰掰